大家好,养多油最怕的就是出现一个烂根 还有化水的现象 怕出现这两种情况的话 首先平时养护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首先如果出现一个发烂根的话 咱们浇水一定要适当 不要长时间处于一个积水的状态下去养护它 不要认为它盘土出现了浇水的状态 就一直给它浇水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多油它是一种比较耐旱的一种植物 所以水不可以给它浇多 所以如果一旦浇多的话 要齐齐托盘处理 把烂掉的部分给它修除掉 然后用到多精灵或者是带生稳性 给它做一个防治 做一个杀精消毒 等到让它伤口完整以后 就再给它换过一些新脂瘤栽种就可以了 第二个如果出现化水的话 还有可能就是这个温度掌控不好 特别是在室内养护的话 如果是在暖房去养护的话 它很容易出现一个化水的现象的 有时候你开着空调 让它在一个空调下去养护的话 它一下子吸引不了你所在的房间的暖气的温度 它也是会容易出现一个化水的现象 一定要给它挺通风透气 不要长时间闷在一个空调房下去养护就可以了 所以养多油一定要耐心 不养的话你想要养好一盘出状态的多油的话是比较的难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一盘 我这一盘就是把它放到一个温度通风下去养护的 然后这里新生长的比较的好 比较的饱满的了 如果这里养的多油一旦出现以上这两种进账的话 一定要给它做到一个预防 不要让它出现一个根斧还有化水的现象就可以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